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我上一次上課是說 我們要討論這個懷疑論的問題 其中有主要的方向是歷史性的 就是我把歷史上所有懷疑的部分 做成不但是哲學本身的定義 也是我們日常生活面對求知的一個應有的態度 我上個禮拜接觸到這裡頭 請大家去用Google查Apology A-P-O-L-O-G-Y Apology 我們翻譯叫辯護篇 Apology的話就是這個 柏拉圖的一段很有名的對話錄 這段對話錄當中記載當時蘇格拉底 被判死刑的審判過程 審判的結果是他被宣布有罪 然後又被判了死刑 後來他真的死掉了 所以上禮拜 這個當然一個偉大的哲學獎 就像證言法師突然被判死刑 然後槍決掉了 對台灣引發了一個很大的 佛教徒當中引發了很大的震撼 那這個蘇格拉底被判了死刑 然後執行了以後 在所有的雅典的年輕的知識分子中 引發了很大的震撼 其中有一個最了不起的知識分子叫柏拉圖 他把這段話記錄下來 對不對不重要 但是我們現在要讀的這一部分 是他記錄下了一個精華 我個人覺得是精華 柏拉圖的對話錄當中有很多精華 因為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柏拉圖對話錄在幹嘛 我只要講一句很簡單的話 女生弄包包 窮的時候勉強coach 學生時代提個coach就可以了 就是那個經濟艙那個coach 那個字了 稍微第一次工作的時候搞一個LV Louis Vuitton可以了 等到後來嫁給富二代的時候一定要提個MS 叫愛瑪士 這個價錢都是十倍、十倍、十倍在挑的 這個四、五千到四、五萬然後到四、五十萬 柏拉圖的對話錄就是所有讀書人要讀的著作當中的愛瑪士 而且是免費的 你現在低下頭來一點就有 就是免費的愛瑪士 而且是人類文明的瑰寶 就是柏拉圖對話錄 柏拉圖對話錄當中有很多 其中讓人最具有啟發意義的就是我們接下來要看的 接下來要看的 這是我選擇 這是我的選擇 但我要告訴大家說為什麼它具有啟發意義呢? 它只有一個重點 這個重點就告訴我們說 當每一個人正正有聲在問你一個問題的時候 所以你說你為什麼不讀書的時候 這個人從容不迫以理性加邏輯反過來問你 請問你要我讀哪一本書? 我天天讀Playboy 開卷有意 請問是開哪一本卷? 那你知道嗎? 你講話有奇異的時候 讓你那個正正有聲 突然一下變得軟弱無力 而這種能力在古希臘的雅典時代是屬於每一個人都有 為什麼? 因為在直接民主的社會中 每一個人都是自己行為的辯護者 所以他那個apology叫辯護篇 每一個人是自己的律師 律師這個工作是在社會當中文盲過多的情況下需要律師 但是學法律人不要因此搞錯了 正常來講每一個人都應該是自己的律師 如果你真的是一個直接民主的話 對不對? 那因為我班上可能有法律系列 我就不針對這個行業做評論 但是這個行業在國人的印象當中定位在哪裡? 我們心裡非常清楚 都是準備從政前的準備 對不對? 那為什麼政治就是由學法律的人來主要代表? 因為民智未開 民智未開法律不夠普及 可是在古希臘的雅典社會中是這種情況 所以這個裡面 所以對… 那整體而言的話 蘇格拉底的對話就是要展現這種精神 這展現什麼精神呢? 就是說你一方面能夠透過別人的語病 講出別人論證上的弱點的同時 那講話時運用的理性 自動為你的辯證過程取得制高點 大家一聽就是你的確比較對 這個並不容易 這個並不容易 因為孟子說過與其好變摘 因為我們整個文化社會就是沉默是金 討厭口若懸河的人 我們整個社會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社會的學術界 訓練出來的人絕大多數都有社交功能障礙 絕大多數人都有社交功能障礙的原因 就認為說這個人從來不說 十年寒穿無人問 從來也不說一句話 亦許成名天下之 諾貝爾獎全在他家裡頭 就覺得這種人最了不起 但是這個跟西方的學術的一開始很不一樣 所以懷疑論精神就是要從一開始來了解 那麼現在的話這個情況這樣子 蘇格拉底在雅典的法院中的起訴人 Proscutor 有三個人 Anias 或是有一個叫Mellitus Mellitus的話他的名字就是在乎 用希臘文就是Mellitus 那麼蘇格拉底的第一句話就是在乎先生 你根本什麼都不在乎 這個是冷笑話 這個是冷笑話 譬如說每個人會覺得說 他的名字跟另外一個什麼音連接在一起 這個不重要 但是他被起訴的理由是蠱惑年輕人的心靈 蘇格拉底很技巧的反問就是開始運用了 我們現在要上的就是說 你會發覺當你覺得一句話的指涉很明確的時候 如果你反過來思考這句話的部分內容的時候 你會發覺很明確的這句話突然之間變得很不明確 就可以被懷疑 幾乎沒有話是例外的 沒有話是例外的 所以你只要一講說這個 說同學你為什麼不愛讀書 同學馬上可以講 我是完全不讀書還是偶爾讀讀書 這馬上就有量化的問題 或者說什麼教書 這就有定義上的問題 那不愛讀書請問你什麼叫愛 這個就有品質上的問題 所以這個定義上來講 這個是語言當中很自然出現 這個不受到任何語言限制 蘇格拉底說是不是因為我教年輕人 不要尊重國家所膜拜的神呢? 反而只引進異端的神職 或介紹其他代表神的方式呢? 那麼蛊惑年輕人心靈的話就是非常簡單 因為蘇格拉底平常跟年輕人談的話 就跟我教你們一樣 認為我們國家的道德有問題 認為我們國家的教育有問題 認為我們國家的政治有問題 認為我們國家的宗教有問題 我們國家的道德有問題的話 就是我剛剛強調的 政治上或者說是這個一般來講 社會當中認為大家所做的 約定俗稱的觀念就是對的 我們的教育上有問題的話 有很多事情對大家來講 大家會發覺我們教育過度重視升學主義 我常常在講政治問題不要講了 宗教的問題的話我們才剛過完中元節 荒唐的要死 莫名其妙的不得了 大家都相信有個節叫中元節 中元節鬼都跑出來 但是大家都知道 約舉證在台大課堂中 不能夠講說現在中元節到了 我們走路要小心點 大家下樓梯的時候要側過來慢慢的 免得被鬼拉倒 我如果講這種話的話 同學馬上再批起講說這個老師要滾蛋了 他跟妙禪有什麼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這個我就這樣講 然後Meletos講說 對 你就是蠱惑年輕人的心靈 這個時候蘇格拉底就故意地拉高嗓門 這個請你說清楚 Clarification 我究竟是隱進異端神子 還我根本就是一個無神論 我到底是哪一個 我如果隱進異端神子的話呢 那我們要解釋這個神子為什麼是異端呢? 不是正常 如果我是無神論者的話 就叫做我心中根本沒有神 那Meletos講說你就是無神論者了 教導年輕人無神論者 蘇格拉底馬上假裝用困惑的呼籲 他說是這樣子啊 那你是不是說我不像其他人相信日神跟月神的存在 Meletos馬上就中氣了 他說你就說過太陽跟月亮都是石頭 這時候蘇格拉底直接向法官說你啊 你看看Meletos他實在是太看清你們的智商了 我們到處我們在看戲的時候經常就看到 因為這個Anaxagoras就講過 這個神的概念的話呢 神必然是一個理念存在 而不是單獨的用一個物件來存在 用物件存在的方式叫animism 萬物有神論 聽說印度人有十億人 印度的神有一百億個 每件東西都可以有神 但是實際上印度的神學會強調 有一種共通的力量讓這些物品變成有神性 這個共通的力量才是真正的神 否則的話你現在拜這個椅子 拜這個桌子 拜這個杯子 拜你這個眼鏡有什麼用 對不對 地上剪下的頭髮就丟掉了 要拜這個頭髮有什麼用 所以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說我們看戲的時候經常看到這種觀念 比如說大家就會講 以前會出現相信這些神 就是這個耶和華大戰 玉皇大帝 到底誰比較厲害 這個很荒唐 對不對 就是無限攻打無限 結果講說天 天讓他們打平手 那是天才是真的的神 其他他們只是一個化身而已 雖然這個事情很荒唐 但是已經說明了 我們講的神不會是一個具體對象 所以說瑪利圖斯講說你根本什麼都不相信 那蘇格拉底的辯論就說就開始訴諸群眾 說雅典的公民 因為雅典本身來講的公民就是找出500個代表 在聽他們辯論 他說這個是純心讓我指出他的矛盾的 否則怎麼會犯這麼明顯的錯誤呢? 他舉了一個例子 兩個例子非常有名 請問有沒有遜馬師 有沒有相信有遜馬師 但是沒有馬的 有沒有會吹笛的人 就是有沒有吹笛的技巧 但是沒有吹笛的人 有沒有這種東西 就沒有這個矛盾 蘇格拉底借著瑪利圖斯沉默不宜的時候 然後他說有沒有人相信神以各種方式存在 卻又不相信神的存在呢? 這不就是很明顯的一個矛盾嗎? 我故意 所以大家可以回去的時候拿出apology 很短 很短 很重要 訓練你說話的技巧 就是有沒有我相信神 我剛剛講了很多例子 像印度有一百億個神的同時 是有一股力量讓他們所有的神能夠存在 比如說我們講天人合一 我們講的天雖然不講 我們講說天作念有可為 之作念不可活 我們動不動就解釋這個共通的力量 那這個力量的話 它是無形的 它是抽象的 但是它本身是我們認知的神 所以有相信天的人的話 他就不會是無神論者 對不對? 因為這個神本身來講 並不要以這個人的形象出現 但是他一定要以一種超越的自然的力量存在 所以瑪利圖斯也承認答案是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 那他從邏輯的角度來講 他就矛盾了 因為他先說他是無神論者 後來又成論他其實相信神的存在 也是有神論者 所以這個人突然之間是無神論者 又是有神論者 請問大家你在法院當中 如果你控訴一個人的罪行 然後你控訴的過程中出現了矛盾 你這個控訴還會有利嗎? 所以大家一聽 很明顯 為什麼明顯是很重要呢? 當你要顛覆一個意義的時候 矛盾是最明顯的 矛盾最明顯的 比如說我剛剛說我要這個 現在我說不要 大家說你這太小孩子氣了 為什麼? 認為矛盾是屬於智能不成熟的人才會幹的事情 對不對? 你要的跟不要的之間會同時出現 表示你根本不知道你到底要什麼 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下 蘇格拉底很成功地捍衛了 他並沒有捍衛自己的清白 但是他很成功地捍衛了自己的立場 因為他用矛盾的方式指出他的控訴人本身的弱點 這個事情我們並不是在教法律系的辯論技巧 如果有辯論 因為法律系在學辯論的時候 律師都是用這種方式在辯論的 但這不是我們要教的 我們要教的是懷疑論 懷疑什麼呢? 就是發覺每一個人覺得自己有證據 說出一句很明顯的話、很激動的話 會突然發覺經過對方用邏輯跟理性的回答以後 會出現了原來的這種有證據或是理由很強的話 會被軟化甚至導致矛盾 而且幾乎沒有例外的你知道嗎? 幾乎沒有例外的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出現了兩種不同的結果 一種是大家彼此之間看了都不順眼 發覺其實你也沒有辦法真正的比我強到哪裡去 這個是消極的懷疑論 就是很多人上懷疑的懷疑 一切都可以懷疑的 從時候傻也不用幹 你錯了 我上禮拜講過 懷疑論是一種積極的人生態度 那還有一種的話就是要告訴人家說 事實上真理呈現的過程就是來自於這一來一往的過程 所以你這一次瑪麗圖斯如果遇到了矛盾 他下次再起訴另外一個人就會注意 不讓矛盾有發生的可能性 他一定會講說限定說我們所謂的神是什麼 然後你不認同這個神 然後我們現在沒有人會反對我們應該認同這個神 那現在你不認同這個神 所以你基本上你的無聲論者是相對於我們的環境而來的 他如果做了這個限定 那他這個立場就比較不容易被搏倒 至少不會陷入矛盾 那我講到這個情況 因為剛開始就是要讓大家稍微體會一下 這個懷疑論的一個意義 這是我們日常生活中都會碰到的 尤其是你們朋友之間為了情感 不好意思這麼尖銳 大家都是話不投計半句多 久逢知己千杯少 所以說大家對同學朋友之中不會講這種話 可是有一種情況 你對你的爸媽 像我們就有出現這種現象 而學生 他爸媽講說你讀哲學系讀錯了 吃飯 為什麼 他說因為你自從一讀哲學系以後 每天晚上一大堆活動都不回來了 他說哪有 上禮拜二有回來 他說對 那只有一天 他說但是你剛剛說都不回來 他爸媽一下 老羞成怒講說 對啦 不過重點是你現在學會用邏輯來攻擊我了 對 要不然你送我去哲學系學什麼 不學邏輯要學什麼 他說我本來叫你去讀大學 不是要你回來用邏輯攻擊我的 他說你在台大讀哪一個系都會用到邏輯 你不能哪一個系是不講邏輯的 然後要我去那邊讀那個系 只是哲學系的話 聽起來比較跟邏輯比較接近一點而已 那他爸媽一聽的話 心臟病差點爆發 就沒辦法再講下去了 然後回來跟家長 跟老師 在新生家長第二次座談會上控訴 孩子自從讀了哲學系以後就不聽話了 然後我們很快地講說 孩子聽話跟不聽話的標準是你父母做定義的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 永遠不要成長 活在娃娃床上就好了 那時候最聽話話都不會講了 又要成長 又要聽話 那就要什麼東西呢? 父母覺得說整個哲學系的師生都有問題 這樣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是我們日常生活當中會面對的情況 所以同樣的 這個情況是這樣 所以在對話中 蘇格拉底顯現的 不是哲學原理 理念跟系統 而是一種相信理性的樂觀立場 一種透過平易語言 自然語言 就能夠表達檢驗的錯誤的立場 還有一種透過自我覺醒的反問態度 所以同學們就可以了解到 這是一個我們人 如果我有信教的話 這是上帝給我們的最大的恩寵 就是讓我們有思考跟表達的能力 因為我們有思考表達能力 所以我們會知道我們的思考當中 不能夠違反邏輯 不能夠製造矛盾 那我們在表達的過程當中 一定要不斷地用思考來支撐我們 大家就會發覺將每一句話 其實都有內在的謬誤 矛盾 甚至於不一致的現象有發生的可能 所以蘇格拉底的話用這三點 告訴我們這個很重要的立場 所以相信理性 用語言表達 所以自我覺醒 那這個 這三點特別重要 為什麼? 因為它是永恆的 像我同學們會覺得說 我介紹懷疑論 用歷史的角度介紹懷疑論 錯了 我介紹大家是真正的真理 比物理真理 比牛頓理論真理還要真的 牛頓的理論有可能被愛因斯坦推翻 最近每天晚上大家看到這個216台 這個National Geography 重播愛因斯坦傳 裡面全部是這個問題 你相信不會出錯的理論 有沒有可能出錯 全部是這個問題 因為牛頓理論就是被愛因斯坦推翻的 所以說 但是愛因斯坦也沒辦法推翻 蘇格拉底強調的理性 自然語言 自然語言就是讓人家聽懂 現在很多人用數學語言表達自己的學術 還洋洋得意 沒有人聽得懂 讀物理系 讀數學系的 很多人寫出東西讓人家看不懂 洋洋得意 大錯特錯 一個好的學問家寫出來東西 高中生就應該看得懂 對不對 說寫東西很神秘 就是我考證的什麼什麼什麼的 外星人的文字 那個屁用 對不對 你現在要做的東西是什麼 你現在要做的東西是用自然語言可以了解 而且最重要的是自我覺醒的知識 自我覺醒 Well, that's right 這個understanding 所以說這是我們要強調的重點 好 這個是蘇格拉底其實最難學的部分 也是最重要的部分 也是很有趣的部分 重點是要用結問的方式逼迫對方承認錯誤 換句話說 真正的哲學對話 關鍵不是說話人的內容 而是說話人的那種不怕令別人感到難堪的精神 所以蘇格拉底自稱自己是到處遮忍的牛淫 這種 所以說大家要知道 大家要知道講話需要勇氣 但是勇氣並不是忘掉禮貌 忘掉表達時候的高雅 忘掉的時候的言談的之間 是凸顯出你的教育程度的 不要忘掉這件事 所以蘇格拉底強調的自我覺醒 那個self-knowledge know yourself是最重要的一個觀念 強調知識不屬於任何人 那麼一個人要如何獲得真理呢? 那個真理就是自我啟發的過程 蘇格拉底在對話的時候 比如說我上課找這個同學對話談到 哪一系的? 外校的? 生公系的 生公系的 捲層音發得特別好 哪來的? 大陸 非常好 祖國來的 非常好 感動得不得了 我喜歡 那你覺得學習的過程中是老師教給你 你才會 還是你自己閱讀才會的? 學習 你學習嘛 你學習很重要 你在生物工程系裡面 對不對? 你學了很多 生物工程系要動手的 跟工程有關的都要動手動腳的 對不對? 那你到生公系來讀書是 老師教了你才會呢? 還是你自己學習就會? 是哪一種? 所以老師教的為主 對不對? 那老師教的為主的話 那你怎麼樣學會呢? 自己怎麼動手呢? 靠什麼來動手呢? 是老師動手還是自己動手? 對話的主要目的 是我們兩個在對話 對不對? 但是我們真正的教育效果是周遭的所有人在聽 像你在旁邊 因為你隔得比較近 所以你聽得最仔細 你不應該 就是你聽到高興的時候你忘掉 說本來你講說還好沒叫到我 這我永遠不會叫他 這個我認得了 這個人答話永遠都答給人家意想不到的話 所以不能叫他 但是我這樣子一問一答以後 誰學到東西? 所有的audience 所以我們之間互相進行這種上課的方式 這樣才有趣 上課一定要有趣 大家不覺得150分鐘坐在這邊很無聊嗎? 我有時候都很想 我如果上課能夠變成戲劇劇本 我當導演我都比上課有意思 因為人生如戲 如果說上課坐在這邊聽150分鐘 這個人多大的體力折磨 我每次上完課的時候躺在我的沙發上都不能動 為什麼? 因為實在是很折磨 消耗體力很大 因為我們的環境當中沒有對話的空間 永遠要老師一個人表演 所以這個是教育制度本身的方式出錯 我在美國上課的時候 我曾經到Universal of Scranton上過課 我上課學哲學 兩個禮拜要把一個學期的課上完 每天只有50分鐘 第一次的時候講不完 講不完 投影片好多 照片好多 教課學哲學講了45分鐘以後 問有沒有問題 問Any question? 哇 每個人都舉手 美國人上課 這不在座有沒有美國人? 每個人都舉手 我嚇了一跳 然後我就說就你好了 他說哇! That was very good but I didn't understand a single word of it 我一天嚇了一跳 我心裡想 你第一話就是I don't understand 那我怎麼回答 我說OK Let's talk about it tomorrow 趕快 剛好 美國人有個好處 只要夏克林一想 走光了 理得不理你 我心裡想 還好 上天使領門 這個聖靈充滿 就算是救了我 我第二天 我晚上想想想 快不能睡覺了 因為我想說我來這邊領美金吃美國吃到飽 還給我一個兩張咖啡卡 到這個cafeteria隨便吃 隨便用 隨便買 這麼好 那我把學生這樣子傳出去以後 都聽不懂我在講什麼怎麼辦 我還乾脆你愛問 拼了 我第二天上課一來 What science 在黑板上寫 Science is based on the method of induction which collects all of our experiences 結束 然後any question 哇 50分鐘 對話好輕鬆 有些學生長篇大論 我一個人坐在旁邊量 然後聽懂 Yes OK next 好高興 這樣子上三場課才有價值 像你們這個聽我步道大會 然後又不用捐款 沒用 這沒用 真的一點效果都沒有 像有的時候 我現在人生有兩條路線 一個是走上層的 另外是走李希坤路線 這感覺很麻煩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結果呢? 因為我們的教育方式是不心問答的 不心問答 那個老師本身要有表演欲望 你想想看 如果說一個老師是 意思是建宗數理直優生 然後台大數學系 然後史丹佛大學數學系 然後回到台大數學系 這個人基本上他有表達障礙 然後怎麼教150分鐘的課 他只好拿出數學題目 教大家算一算 能算多久 十七八歲的小孩子 二十歲不到的小孩子 數學能力最強的 老師算算算算算 突然一下停下來 學生講 老師會就繼續算 不會就不要勉強 很難看 對不對 哪一個老師不是以領退休金為己任 對不對 所以情況就很難 撐不下去 年輕小鬼 年輕氣盛 現在的話你吸毒還可以戒毒 重新再來一遍 老的時候吸毒他不是準備自殺了 對不對 所以情況就完全不一樣 也因為這個緣故上課提問的目的 是要進行交流對話 意義是捍衛對抗 效用是反奉啟發 反奉啟發很重要 然後結果是承認無知 承認無知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我一開始剛剛覺得我很清楚知道什麼 實際上我並不知道 那這個的話就是我們有關於對於蘇格拉底的認知 那這個情況下 那個其實最主要的目的 所以蘇格拉底要我們承認無知 其實目的並不是我們真的無知 而是透過這種認知的方式 讓我們發覺其實每一個人是可以 怎麼講呢? 懷疑所有別人認為政治人有生的觀念 我們現在就是到了今天要上的 我們要上另外一個題目 詭辯學派 那同學們就問了 詭辯學派跟蘇格拉底有什麼關係呢? 那關係可大了 為什麼呢? 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請問大家 你學習講話 講話這個技術叫Retrics 叫修辭學 在古希臘時代 修辭學就是會不會講話 像我剛剛就是那個鐘頭教大家如何講話 辯論 對不對? 你聽得出來是教大家如何辯論 了解辯論的關鍵 那這種能力對台大學生來講格外重要 這種能力對台大學生格外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台大學生基本上都是很會考試上來的 考試就只有筆試 沒有口試 所以基本上這種能力的訓練就是很缺乏 那我問大家 如果說有個同學突然完全了解了心理神會的 所以他問我說 老師 講話是不是一切能力的精華 而講話內容中所包含的真理反而不是重點 你再揍我一頭 我再強調一遍 說 老師 你是不是說這個世界是我們說出來的 當我們說它是真的 它就真的 當我們說它假的就是假的 只要人家看不出來 只要人家看不出來這個世界到底是真還是假 然後我上過一門課叫懷疑論 這個懷疑論說除了上帝以外 沒有人知道這個世界到底是真是假 所以整個世界是我們說出來的 對不對? 這個邏輯對不對? 對不對? 仔細想想看 是這樣的 比如說吳宗憲 他不用讀台大 他連台大富小都沒讀過 但他很會扯 很會講笑話 很會蓋 所以我每次看到吳宗憲 我都羨慕得不得了 我就是速度太多了 否則我就跟他一樣幹同行了 就這樣子 那請問 好 各位同學 你們做一個表態 我要來調查 認為說話表現出來的就是世界的整體 會說話的人 就是代表他能力強 否則他說不出話來 我覺得說出來的話讓人無懈可擊 重要 還是說 雖然他說不管說好 說不好 但是說話的內容一定要是屬於客觀的 普遍的 而且真實的 這個句話才有意義 你認為是我說的話就是這個世界的整體 其他你沒有辦法再調查了 舉手 我現在看沒舉手的人 增加一點 好 放下 認為我說的話要有內容 一定要能夠接觸到真理 否則的話 光會講話的人有什麼用? 舉手 全班大多數 非常好 非常好 這個課才上得下去 前面的人很聰明 後面的人的話很聽話 上懷疑論上了一個一堂半的 一週半的 居然還相信能夠說得出真理來 居然還相信 就是說後面的人會認為大多數人 剛剛有沒有完全沒舉手的人? 沒有 希望沒有 這是很重要的問題 這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問題 這可以說是現在最重要的問題 我每一天都在觀察年輕人 每一天觀察年輕人 我認為這是年輕人最重要的問題 至於為什麼我在觀察年輕人 而且把他們當作 我自己家裡有兩個年輕人 我一兒一女 我後來發覺你講的話真的代表你 爸爸 我好愛你 真的嗎? 真的?要不然你檢驗 對不對 查不出來 下課前做的那個調查 是一個西洋哲學史中一開始最關鍵的問題 為什麼呢? 我跟大家強調 這個任誰都知道 因為這個世界原來是沒有語言的 語言是人這種高智商動物發明出來的 也很奇怪 不一定有文字 但是都有語言 所以我今天不是談文字哲學的時候 也不是談語言哲學的時候 我們現在談說 因為有語言以後 它就啟動了人的思想功能 人的思想功能就產生一種感覺 就人的思想功能當中才有判斷真假的機會 像我剛剛下課的一個同學問我 說老師 如果有一個人他相信他講的是真的 但是其實在後來是假的 這種情況的話 他要怎麼樣來判斷是真是假 我剛剛問大家的問題是 這個世界就是完完全全就是我們說出來的 假如你認得一個人 從你出生到死 他說過的話 原則上來講都是說出來的 跟他心理想法不一定一樣 或是不一樣 他說出來是這樣子 那麼這個人的話 對你來講 如果你的一輩子遇到這個人 他從頭到尾沒改過 他就是一個真實的人 他說就是這樣子 而你不覺得他真實的話就發覺說 他心裡已經知道什麼是真的 他故意要說出假的 就是說謊 說謊人就不對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答案是可以很明顯這樣講 可是在古希臘時代的時候 因為是直接民主的制度 直接民主制度 所以整個社會當中的話 最重要的能力不是數學能力 而是你的講話能力 為什麼呢? 因為你關於你生平的一切展現你的 因為在一個奴隸時代展現你的高貴的 氣質 展現你的高人一等的舉止 你都需要是一種很好的表達能力 所以同學們不曉得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其實講起來就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就我介紹大家去看一下 有一個人叫P.C.Snow 就是學了 S-N-O-W-R-B-Snow 寫了一本書叫Two Cultures 大家去找Two Cultures 我讀這本書的時候非常驚訝 發覺在英國 在大學裡頭 跟我們台大剛好相反 我們台大是學理工科的人 歧視文史哲的人 在英國剛好是學文史哲的人 學生學學哲學的人 歧視那些學物理學化學的人 我嚇了一跳 因為我們到外國讀書的時候 最大的關卡就是英文 然後我在歐洲讀書 看到英國人講英文 嚇壞了 怎麼可以把英文講到 我去參觀過英國國會 將來你有錢 一定要去看一下英國的Parliament 上院 下院都要看 那是全 那一共合起來大概不到1000人 是全世界英文講得最好的1000人所在的地點 你印象牠講英文 簡直每個都像演戲一樣 你知道嗎? 整個是好聽的要命 不管年紀多大的 年輕的也一樣 年紀也大的 把這個語言已經玩到那種地步 所以我那時候勵志要學英文 發覺 我就變成一個Anglifier 就是愛英國人叫Anglifier 英國人幹了一大堆壞事 但是我還是很愛他 就是語言的表現 因為當時就是因為整個歐洲 尤其是西洋哲學有這個傳統 語言的表達 所以我對於這個台灣的語言教育的深入 討不得有沒有文言文問題 我嗤之以鼻 根本不願意討論 這是人家自己的選擇 人家是要想要做高貴人士 Aristocratic family 要做那種貴族氛圍的家庭 才會想到這個 拿一本美國護照 拿一本加拿到護照 當什麼外國人 那算什麼東西 在我這個年代哪個人沒有 那不是 真的是要講英文 那是本領 那種本領 所以說在希臘時代 古希臘時代的直接民主和貴族社會 如何凸顯你的教養教育 就是你的說話能力 我剛剛講到蘇格拉底的辯護的時候 自己當自己的律師 辯護人直接抽籤選出公民來 一個是商人 一個是老師 還有另外自己本身就是詭辯學者 然後來起訴蘇格拉底 所以你在一個社會中 像我們現在社會的話 講求的是數學能力 所以大家去補習的時候 國文跟英文都隨便補一補 主要是在補數學或是物理 都是強調數學 所以整個社會變成非常沉默 台大的學生基本上都不會發問 或語言能力都沒有 退化了 等到你們的孫子實在搞不好都是啞巴 我告訴你 退化了 你懂嗎? 因為你不用久了就廢掉了 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下 希臘時代非常不一樣 因為講話的能力變成了絕對的關鍵 因為死的可以說成活的 活的可以說成死的 這不是吹牛的 因為希臘人 大家很會講話 所以相信的不是 我問大家 就問你好了 同學 你說說看 三國志跟三國演義一不一樣? 不一樣 好極了 三國志是正史 陳壽寫的 所以的話 都是談真實的 三國演義是野史 羅冠宗寫的都是假的 對不對? 老師 先操作請定義一下真實 真假就是一個正史 就不一樣 他們講的故事的話的情節不一樣 一個正史 一個野史 對不對? 所以你不要緊張 眼睛瞪這麼大 瞳孔不要放大就好 你再強調一遍 三國志跟三國演義不一樣 差別是什麼? 差別是一個受到中原政統政權的肯認 它變成正史 另外一個是小說 否則的話 如果沒有傳統政權的話 它也是小說 它是一個歷史建構 它是一個歷史建構 三國演義是小說建構 對 小說跟歷史建構有什麼不一樣? 小說跟歷史建構的不一樣是 歷史建構努力用史料和過去的駐天野調查等等的 一些自己的史學方法去建構一套 天野調查就能夠讓它變成歷史建構 除了天野調查之外 還有其他方法? 比較真實 比三國演義真實一點 否則調查 白調查了 我們可以說貼近真實 可是真正的真實 貼近真實 只有上帝才知道 那是我說的 到底到底知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對不對 比較貼近真實 哪個比較貼近真實? 三國志比較貼近真實 還是三國演義比較貼近真實? 一還是二? 我們要假設有真實在那裡的話 我會說 真實不用假設 當然有真實 展顏良朱文醜的話 就是有沒有殺掉這個人 有還是沒有 這很簡單 有沒有真實? 有沒有真實? 歷史有真實? 歷史有真實 然後三國志比較貼近真實 還是三國演義比較貼近真實? 三國志 好 那就對了 問了半天 對不對? 就是三國志比較貼近真實 三國演義的話 比較不貼近真實 對不對? 表示真實還存在的 但是問題是你讀三國演義好讀 還是讀這個 好看還是讀三國志好看? 哪一個比較好看? 老師你想聽到三國演義對不對? 那我就回答三國演義 謝謝你 請天公裡面拜的是關公 你知道嗎? 靠的是三國演義還是三國志? 三國演義 好啦 那為什麼有人會把這個比較不貼近的真實的東西 裡面的人物拿來當神來膜拜呢? 拜神是很真實的事情 好 我講到這裡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History跟Story像不像? 這兩個字 History跟Story這兩個字像不像? 你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History跟Story像不像? 一個白取拿掉 另外 很像對不對? 你知道為什麼? 你有沒有學過法文? 法文Listra Listra是同一個字你知道嗎? 希臘文是同一個字 歷史就是故事 故事就是歷史 同一個字 同一個字 法文叫Selabemshios 同一個字 這代表什麼? 這裡面有哲學的大秘密 這代表什麼? 講故事人跟講歷史人是在講同一件事 所以你知道嗎? 我們剛剛舉手前面講的說 說話的內容就是世界的人 他比較具有哲學細胞 像你就是比較具有哲學細胞 另外一個人講說 我講話的話言必其物 否則的話愧對良心 這個人比較有道德細胞 但是是阻礙智商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對不對? 瞭解嗎? 因為你剛剛好像就有發揮你的道德良心 對不對? 是不是? 笑沒有用 我講的是不是實話? 我告訴大家 如果你講的是歪理在台上馬上被罵 講的實話 同學就說 聽聽看 等一下會有什麼東西發生 我要告訴大家發生什麼? 就是說在那個時代當中 講話的能力 超過一切 因為如果故事都可以說成歷史 特洛伊戰爭不就是故事說成歷史嗎? 你問哪個希臘人 特洛伊戰爭 找到特洛伊挖 你到了柏林去看整個希臘神話裡面的 每一個城市都挖得出來 我自己去過斯巴達 我自己去過歐林匹亞 我自己歐林匹斯 我每一年都到希臘去 所有的 我們都是按照神話裡面來發掘的 我們到了戴爾菲去看那神廟 看了阿波羅的神廟 全部都是遺跡 全部後來是英國人 法國人 美國人發現出來的 德國人發現出來的 所以同學們 你一定要了解就是說 當時在希臘最劇烈的爭執 就是我們上堂課最後的問卷 請問你講話裡頭到底有沒有包含真理? 還是會說話的人就直接說出真理? 是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到今天來講 在你們身上都引發很大的衝擊 為什麼? 你知道嗎? 我就注意到年輕人 我跟大家強調 日本人最強調服務 顧客永遠是對的 我在日本講學過三次 兩次在森台 一次在北海道 那當然因為我不是去做觀光的 所以就面對著日本的生活 觀光團你碰不到真正的日本人 我都是日本教授招待我吃書籍什麼的 就是日本生活 我先強調 你在日本做事 領日本人薪水很痛苦 你知道 日本生活壓力超大 根本 像我們看到 我們現在都是去日本觀光 跟著日本工作是兩回事 我有學生在日本工作 壓力真的很大 但是我就注意到一個現象 就是你去吃飯的時候 旁邊照顧你吃飯的那個小女孩 哇 服務態度自豪 你會產生錯覺以為他要嫁給你 服務態度自豪 表現態度什麼什麼的 一切 微笑什麼的 雖然你聽不懂日文 但你就知道說他要嫁給你 這種感覺 這種感覺 那我要點是這種感覺 你聽到人家講話所敘述出來的真理 是一種感覺 還是要去經過檢驗後的真理的認知 同學們心裡非常明白 所以你知道嗎? 你要知道 這個問題是一個很重要的哲學問題 就是說我聽話的內容 我要聽的是感覺 還是我要聽到真理 如果說上了懷疑論課說 你不可能聽到真理 那你要求的必然是感覺 至少是真的感覺 什麼叫真的感覺 真的感覺就不是真實 但是它很像真的 叫這個resamblance 這柏拉圖會講的概念 可是柏拉圖的概念的話 他的系統論是認為說是像真理 但就不是真理 然後說話叫說出真理 所以柏拉圖支持這一派講說 我們為什麼要學哲學 哲學就是一個方法 方法是什麼呢? 發掘真理的方法 所以他們構成了一個很大的衝突 但是我現在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種人是社會上最重視的本領 比如說我常常跟大家開一個玩笑 我在國外讀書的時候 我的教授突然發覺說你很厲害 你什麼都說得出來 但是你寫不出來 他甚至跟我講 他甚至跟我講說 如果我們不要寫論文 只要口試 你早就畢業了 後來我就從此就延伸我教授講的內容 我說如果台灣考大學只口試不比試 我早進台大醫學系了 我什麼都敢講 講得都很像 真的 這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我充分地發揚了 詭辯學派的精神 Sophist 有很多人要克服詭辯學派的精神 要發揚這種精神以前 先有一個道德的障礙要克服 很多人問我說 你一聽就這樣 你原來是哲學系的教授 我說對 那你怎麼會在財經台出現 我說我在財經台出現的旁邊寫的 我是財大哲學系教授 我說那你認為哲學系教授就沒有可能到財經台去講節目 他說這個怎麼可能 我說那你認為財經系的教授可以到財經台 那我們哲學系教授只能到哲學台 你是這樣認為嗎? 他一聽也講也對 他說你講什麼 我說我講哲學 我講什麼? 我講我知道的東西 這就是詭辯學者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說 詭辯學者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哲學態度 為什麼? 因為它是一種功能上的應用 這種功能上的應用 什麼應用? 大家可以看到 他們收學費的 這個收學很多人跟我講說哲學沒用 我說為什麼沒用? 因為哲學不能賺錢 我說你剛好相反 哲學裡面就是鈔票 一開始講的最嚴重的問題就說 你演講要不要收費? 很多人講我演講我都不收費的 錢還退給人家 那你累死吧 除非你講得很不好 沒人請你 對不對? 沒人請你講說演講要收費你靠什麼? 對不對? 你演唱會的時候 大排收高額費用 以價值量 詭辯學派很重要的觀念是他們不怕談錢 也不在乎真理 就是這個問題 就在這裡 所以說他們是開補習班的不同於先蘇哲學家 因為基本上懷疑知識的價值 所以這個是一個震撼 懷疑論的一個震撼 是這樣的 很多人覺得說 很多人 同學們 我先強調一下 給你們打個預防針 老師不是惡魔的化身 不是來這邊教你非道德的哲學 我是把所有的哲學一樣用好的口才介紹出來 你不要聽完 剛剛提到柏拉圖的時候很想做一個好人 現在聽到詭辯學派 又決定要做一個壞人 那很奇怪 我不是這個意思 但是我告訴你 你要了解了 這就是哲學課的偉大 你上所有的課不可能告訴你 完全衝突的理念都有它的價值 像物理課的話 沒有人會去讀亞里斯多德的物理學 但是我教科學哲學史的人 我就知道亞里斯多德的物理學有它的功勞 這個禮拜五我在心理系的認知科學組裡頭 要上亞里斯多德的經驗論 哲學的偉大就是每一種理念都有它存在的價值 這個黑格爾講得對 to be is to be reasonable 關鍵是你有沒有辦法把那個reasonableness說出來 對不對 你有沒有那個能耐把這說出來 很多人覺得說 很多人 我跟你講同學你做一次實驗 你做一次實驗 你嘗試一次 挑一個你完全不熟悉的場合 去發表一篇演講 講一篇內容 然後的話 鎮鎮有聲地告訴人家 你是有備而來的 你嘗試一下 你就會突然發覺 你知道我們現在的律師或是檢察官 他們要起訴一個案件 什麼假油案件 黑心案件 詐騙其他 他們每天都在學習新的東西 他們沒有是讀著什麼食品安全系 然後來畢業後才當檢察官的 他們通通都是學新的東西 然後開始起訴人的 都是臨時學的 這個道理跟詭辯學者是完全一樣的 法律就是詭辯學者的遊戲 他們這些人的話 收費教人家當什麼? 當律師 因為雅典人每一個人都當律師 現在大家會覺得說法律系很專業 讀那種文言文不像文言文 白號文不像白號文的文章很痛苦 你錯了 他是故意寫成這個樣子 讓一般人讀不懂 對不對 你到了美國 我以前在外國讀書的時候 我接觸過法律的案件 你帶著字典就看懂了 法律本來就要寫得非常簡單 是一般人的自然語言的辯論 同樣是自然語言 剛剛上蘇格拉底的時候 同樣自然語言 同樣是自我覺醒 同樣是用理性來組織文字 問題是文字代表一切 還是真理代表一切 是這個問題 所以同學們聽得懂 這個問題就非常重要 因為這個問題你聽懂的話 你可以講到顛覆所有認知的一切內容 比如講說這個人人格偉大 你就問他為什麼 他說他的所作所為 他說他的所作為是你看到他在做嗎? 你看到他的為嗎? 是你說得出來的 你要說這個人偉大 他就偉大 說他混蛋 他就混蛋了 所以這個偉大跟混蛋之間的差別 就是看你那種說法 越聽詭辯學者越有道理 所以同學們先抓緊這個把安全帶扣好 我們準備飛出去了 是不是開玩笑的 詭辯學派是同一批人 在稱謂上是具有不同價值的認定 這個沒有 他是一批人 我們知道他們的存在是因為柏拉圖 柏拉圖的所有的哲學都在批評詭辯學者 柏拉圖就在捍衛道德 就是捍衛我們班上的majority 所支持的那個道德觀念 批評這個 所以說蘇格拉圖、柏拉圖、亞里斯多德 對這批人道德評價很低 但是比較有趣的地方是 蘇格拉圖本人被當成一個Sophist 因為你很難區分 就是他們唯一的差別 蘇格拉講說我跟你們不同 我不收學費 其他完全一樣 那這一聽 很多人就像這個同學他學財經系的 那不傻子嗎? 所以我跟你們不同 所以我講話講得比較精彩 收更高的價錢 這個還合理一點 很多人會覺得說 像我們台灣社會現在陷入這個道德的陷阱 我都喜歡祖國 台灣社會的話 這是泛道德論 有錄影 什麼事情都是只要問你能夠替社會做什麼 不要問社會能替你做什麼 低薪社會 年輕人一籌莫展 為什麼? 因為大家社會上一講的時候 聽到的廣告永遠是幫助窮人 還有人吃不起營養午餐 要搞到全國人菜色一樣才為止 這不是極端的共產主義嗎? 神經病你都不知道搞成這個樣子 完全不可以理解 我有一次 我昨上禮拜跟大家問 我問說台大學生畢業是不是應該領比較高薪水 居然還有很多人反對我 我不敢再問這個問題了 你們大概也差不多 所以整個社會當中就是羞於談論這個金錢 這個跟他們一線之隔 所以柏拉圖就認為詭辯學者可惡 因為他們收費 收費當然要認識有錢的人 然後製造學問 販售學問 然後不管學問的真假 還對爭議 eristic 樂此不疲 追求假象 就無所謂真假就等於追求假象 簡單來講就是 詭辯學者就是悖論的製造人 所以柏拉圖說 詭辯學者最可惡的地方就是 他們企圖假裝成這一個什麼都懂的專家 所以同學們 sophist 請大家去讀這個書漏我寫的書 還有一個作家叫Feyerben 我現在正在 就是我博士論文寫的這篇教 我受到這個人印象很深 我的書裡頭特別有個專章 替詭辯學派辯護 它不是一個哲學 是一種哲學 是懷疑論的哲學 其他人的話 你現在在查sophist或是詭辯學派什麼 通通是用罵的 不要臉 無恥 愛錢 俊之取材 取之有道 什麼 什麼 都是罵 都是用罵的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就非常奇怪 我就覺得說如果說這個道德上來講 有一個地方的話 你深信不疑他們就是壞人的話 那是不是你就表示你已經知道什麼是道德了 好跟壞 可是實際上的情況又很複雜 對不對 大家每一天都埋怨我們 我們哲學系招不到生的原因是因為不能賺錢 然後大家講說賺錢是可恥的 那沒有人不 那最不可恥的就是我們系 其他人都可恥 何況他們教的大多數都是廢物 不是嗎?是不是? 他還不敢回答 至少班上沒有人抗議 說老師你們哲學系才是廢物 沒有人講我們就不是廢物 為什麼? 我們不賺錢 我們很了不起 我們社會道德感高 我們明知山有虎 騙王虎三星 明知不亂簽 偏偏要讀哲學 你有這個勇氣嗎? 很多讀建築的 不要舉手 很多讀建築的 我說學建築的基本上就是不敢讀哲學的工程師 對不對? 因為他一聽到讀哲學這三個字嚇壞了 你有個小孩 你存了一輩子錢 然後可以住台北 不住 改住台南 然後把錢留下來給他留學 他說爸爸 我要留學了 好好好 然後讀什麼? 讀哲學一聽完 有沒有嚇一跳? 還好 鼓勵是吧? 鼓勵 鼓勵 好好 非常好 你是讀文史哲的吧? 沒錯 沒錯 一聽就知道 大多數人不會做這個想法 好 就可以當我爸爸了 我爸爸就是遇到這個打擊 好 那麼在這種情況中 我們只能夠說詭辯學者不是真實的追求者 但是我們的課在一開始的時候 已經講到真實跟虛假之間的差別不大 所以說為了獲得最大的商業利益 詭辯學者完全以吸引人注意為主 同學 這一點就厲害了 這一點就厲害了 像我就覺得說 這個涉及到我個人的人生觀 我的personality就在這裡顯現出來了 我每一年就利用這個 所以剛剛很多人要加選的時候 我都講 我說 我願意每一年來開這個課 開這個課對我來講 真的是一種心靈上的紓解 我到了階段我缺乏一個告解的對象 我以前在天主教社會 我很羨慕他們有神父可以告解 因為你知道你把心裡的垃圾說出來給神父聽 真的是很快樂的一件事情 就是cleansing 就把你身體的那種 像弗洛伊德的理論一樣 就為什麼一定要speak and cure這個觀念 然後第二個的話就是 確實是你透過懷疑論的這種表述的立場 可以發覺我們很多深信不疑的東西 其實是大有問題的 矛盾 我剛剛講到那個讀不讀哲學系跟要不要賺錢 到台大來的人 沒有一個人抗議 沒有人講說 老師 我讀醫學系就是為了助人、救人 跟錢沒有關係 我說好 雙修 輔系 不行 太忙了 沒有人 沒有人抗議 為什麼沒有人抗議 大家心裡很高興 老師 你終於把實話說出來了 我讀大學就是為了賺錢多一點 要不然我來幹嘛 神經病 我講的不是實話嗎? 然後我跟你講說這個也未必是實話 因為我們的道德觀本身來講就有問題 所以對我來講 發現問題是我一個很大的心靈疏解 然後最重要的一點 我告訴大家 我鋪陳了這麼久的情節是要告訴大家 我努力了三年半才敢跟人家講說 我演講是要收錢的 我寫推薦敘事要收錢的 除了上課不收錢以外 我其他都要收錢的 我出場要收錢的 所以我出場的時候 我一定理髮 穿得很好的衣服 要告訴人家 值得 我很想當一個懂得商業的哲學家 跟懂得哲學的商人 我很想做這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我發覺這整個社會的價值觀 打從根就扭曲了 打從根就扭曲了 很多人 你知道這種價值扭曲的現象 發生在我們身上 讓你們教育上來講 產生一種陽奉陰違的人格扭曲現象 為什麼我每次都注意看年輕人的時候 只要在私下下課的時間 吃飯的時間 哇 講不完的話扯起鬼蛋來 厲害得很 然後一公開在課堂當中 永遠是zip 都不說話的 為什麼? 因為價值觀已經扭曲了 不一致了 前後不一致了 所以上課這一套聽老師鬼扯 不要說話就明哲保身 做最後一排最安全 然後說一句良心話 我就看到這種現象 我就觀察現象 而且我觀察這個現象 還把它哲學化 為什麼我們社會會出現這一種扭曲的道德觀 扭曲的金錢觀 然後這種扭曲的社會責任感 為什麼出現這種? 每一任校長都是講說我們要強調 台大社會要強調社會責任 有一些搞不清楚就是變成道德責任 我聽了 我都覺得雞皮疙瘩都起來了 這個社會責任強調的結果是什麼? 要個方向感 我覺得這是一個哲學問題 這是我講的一個哲學問題 所以也基於這個緣故 我就要告訴大家說 對我來講 把這個事情說出來 我不一定有 我不一定有什麼真正的 我開這個課不一定有什麼效果 但是我把這件事情講出來給學生聽的話 我覺得對於學生的思考來講 是有很大的幫助 了解我們的社會 就是有幫助 事實上的話 我也並不期待真的有什麼效果 但是我覺得對我個人有幫助 對於學生有幫助 比如說我們用哲學化他來講 他知識論上很不同 真理跟修持這是我們問的問題 你講話的時候 講真理還是要講話的本身 就是它的價值 這個是重要的問題 知識論 形上學的不同 我們跟人家之間要讓人家了解 真理是什麼的時候 是要透過啟發的方式 還是要透過衝突的方式 像有些人會覺得說啟發的方式是 像我要大家去讀柏拉圖的Apology 你會認為有百分之幾的人會讀 我相信會有百分之十到二十的人會去讀 但如果問說有幾個人會讀完 大概不到百分之0.1% 不到 為什麼? 因為哲學的論述要讀完要 然後說有幾個人會因為讀完以後有得到啟發 那我覺得恐怕更少 絕對更少 但是我反過來講說 如果我考試的時候叫你背一段 背不出來的話就當掉 明年再來 那恐怕就 人就多很多了 那人性非善非惡 人性本見 叫你啟發你不要 用衝突的方式你就非要不可 但是你會很討厭我說神經病 上個哲學課居然背這個辯護篇 這種還啟發個屁 我就是要逼著你去讀 你這樣的話 逼人家讀書 你這個跟私俗有什麼不一樣 你不是東轟先生嗎? 所以說這個很麻煩 但是詭辯學者的話就很不一樣 Sophie 我再舉個例子 你可能很難想像 像為什麼台大有一種自由精神叫翹課 敢翹課就是這種自由精神為什麼 我告訴你 不要騙人了 學費便宜就敢翹課 你上哈佛你敢翹課嗎? 你爸爸媽媽辛辛苦苦存下10萬美金給你住的車 另外吃飯用在波士頓又要花8萬美金 一年600萬在那邊 你還翹課 你翹課幹嘛? 什麼事情可以讓你賺回 一年可以賺回了嗎? 600萬台幣 學費貴 沒有人敢翹課 那這個不就是詭辯學派的理論嗎? 如果你付了很高的價錢 如果你上我一堂課 每個人付錢就2000塊 你上完兩堂課發覺沒有用留下4000 或上完課覺得很有用留下6000 你很認真 我也很認真 所以這個講起來就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說這個就要說到收費跟免費的一個區別 變成倫理學的一個感覺 變成我們現在所面對的問題 所以方法上來講 一個是為了啟發叫heuristic 一個叫aristic 就是爭執 這個是詭辯學派跟一般來講 哲學家的一個重要的一個差別 這個區別非常重要 柏拉圖認為他們不道德 這三個原因 第一個 不以真理為追求知識的目標 不求真 第二個 模仿真理 然後說追求真理 然後第三個 收錢 那這算什麼批判? 按照我們懷疑論的道理來講 如果你不知道真理是什麼 你除了模仿以外 你能做什麼? 你能做什麼? 對不對? 同學們這一直在 好像是在思考一樣 但是我把一個問題丟出來了 我把一個問題丟出來什麼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說 這個問題是每一個人每天都面對的問題 對不對? 好 然後 我不要多講了 那麼很明顯 柏拉圖對這些人指責很嚴厲 如果你覺得正確 那你就完蛋了 為什麼你就完蛋了? 因為你從懷疑論的角度來看待 詭辯學派 他們的表面上所做的觀察 我們並不知道他們這些行為是負面的 他們的行為是完完全全有他們存在的理由 所以我請同學們稍微註一下這個觀念 這個觀念跟我們懷疑論無關 但是它也說明一個現象 我講了黑格爾那句話 To be is to be reasonable 凡是存在的就是有理由的 關鍵是什麼? 關鍵是你要能夠有建構這個理由的能力 你要能夠建構這個理由 你看到任何事情 比如說台灣為什麼會有態度? 你要前前後後講這個道理 香港為什麼有港獨? 你要能夠講這個道理 講這個道理以後 你重新幫他溯源後講這個道理 這個道理本身有的不公自破 有的是很牽強 隨便 但是他凡是存在的一定有理由 你不能講說禽獸沒有用的 或是非理性沒有用的 為什麼? 他是有他自己存在的理由 所以這個東西來講 所以哲學問題的可貴就在於說 我跟你都有建構的機會 而如果你認為凡是存在的都一定有理由的 那這個跟詭辯學派有什麼不一樣? 所以真正了解詭辯學派的人 而且能夠把他的思想發揚光大的人 就是黑格爾 我們現在做的每一件事情 很多人會覺得說 有些事情你絕對不能做 這件事情如果存在 你要知道你絕對不能做的理由 你不能夠把它當成教條對待 說我們的心靈當中有一個黑點 這個黑點你不能碰 一碰的話你必死無疑 我告訴你 人會讀書的原因就是 當然是去讀禁書了 我以前所有讀的文學著作 都是因為他被禁了我才去讀 如果公開可以讀的話誰要讀? 神經病 對不對? 所以李奧天天在埋怨他的書被禁 我很希望我的書被禁 沒人禁 對不對? 我書被禁後就發了 至少就有名了 對不對? 然後如果你的心靈當中有一個問題 不能碰 碰了以後你必死無疑 你一定會去碰 其他的點都不重要了 對不對? 所以我每一次就是跟他講說 台大哲學系你不能讀 你一讀必窮無疑 非吃一下不可 對不對? 所以台大哲學讀完以後的話 生活上的話會比較容易達到幸福 那誰要讀? 廢話 幹什麼事情不是比較容易達到幸福 這種自己都不知道幸福是什麼的人還講幸福 對不對? 所以說也有這種情況 好 所以的話我們現在就開始講 柏拉圖對這些人批評指責非常教條 這是我們的一種直覺 叫道德直覺在作祟 不過哲學能夠察覺到這個道德哲學的問題 那麼詭辯學者在普及哲學教育上 在以雅典很受歡迎的學者 讓後人注意到語言跟感覺的關係 並且有重要的哲學貢獻 語言跟感覺的關係 像有一些人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注意到台灣的政治 就是個典型的例子 在台灣搞政治的人最喜歡說的一句話 說這個新的議題還沒有形成論述 有沒有聽過這句話? 你有沒有聽過這句話? 知道這句話什麼意思? 你聽過這句話吧 說有關於要修儀利益修的問題 目前已經形成論述 接下來我們就要準備修法 先聽證 讓所有的偽言表達意見以後 我們再來看如何進行修正 都是論述 對不對 聽過這句話吧 沒聽過也覺得很像 很像賴清德 大概也就在講這些內容 沒聽過也像 對不對? 請問大家什麼叫形成論述 還沒形成論述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你聽得懂嗎? 你完全聽不懂? 你聽得懂嗎? 我剛剛講什麼叫論述 形成論述 你剛剛說你聽得懂? 我這樣講你聽得懂 這是標準的台灣用語 你可能聽不懂 也聽得懂 差不多知道的意思嗎? 你聽得懂嗎? 完全聽不懂? 這個很簡單 我以為你應該聽得很懂嗎? 懂一點 但是我覺得就是有點他故意講得很空泛 我故意講得很空泛 就是這句話故意 一立一修該修了不是很具體嗎? 就是形成論述這個描述 對 我說你有沒有聽過形成論述這個觀念 聽過這句話嗎? 然後一直覺得很空泛嗎? 一直覺得很空泛 還好 聽過 但是覺得很空泛 就是我要講的 你聽過嗎? 你知道嗎?對不對? 那你知道什麼是論述嗎? 你知道 我先問一下全班知道什麼是論述的舉手 怎麼都問錯人了 知道 好 你說 什麼是論述 我覺得他想表達的是到後面有民意就是支持 然後 他就有民意的支持 只要想去修這個方式 然後呢 所以論述就是民意 可以 這有任何 你同意嗎? 我 我同意 我覺得論述應該指的是 他應該形成了一個非常具體的 非常細節的 比如說我要修一個法律 這個法律已經把每一個可能性 非常具體 非常細節 不可能 怎麼可能非常具體 非常細節呢? 這說法上來講的話 這個形成論述的話 你現在講的是已經形成了立法的草案 那個叫做 那個叫草案 不叫論述 論述 Discourse 對不對? 那你說說看 他們兩個一個說是民意 太鬆散 另外一個說的草案 太嚴謹 你說說看 你中間挑個立場 就是有部分的那個人 然後他們有匯局到一定的共識說要怎麼做 然後他決定去根據這些人的方法 是做還是說? 說 說 還有誰有不同的意見? 像你這個冷笑兩聲 你說說看 像一群笨蛋 沒有 還是說我也是笨蛋? 他是說已經就是有想法說要怎麼進行 有想法說要怎麼進行 然後已經有具體有定的規劃法 我告訴大家 我每次聽到這種講法就已經發覺 這個其實每一個人的本質上在政治裡頭 他需要一點詭辯學者的精神 行程論是說說法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就說著說一一一修這個說法大家一聽 任何人一聽就講說他應該修 至於怎麼修不知道 這是專業的問題 這個就是行程論述 就是你在說法上來講很容易說 所以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我為什麼跟大家討論這個問題呢? 我就要發覺說 其實詭辯學者最了不起的地方是 他注意到語言跟感覺之間的關係 一般人的話講話要講得讓人聽 要能夠注意到這個語言跟感覺的關係 比如說有一些人 有人會講說 媽 你不說話人家不會以為你是啞巴啦 有沒有聽過這句話? 這句話說這個人根本沒有注意到語言跟感覺的關係 說出來的話讓人討厭 對不對? 我小的時候被我媽毒打一頓 就是我碰到我爺爺的時候 爺爺爺爺爺你什麼時候死啊? 我媽的毒打一頓 那足以證明爺爺快死了 對不對? 後來發覺說你在家裡 所以我後來我爸爸每次寫春聯的時候 永遠寫的第一章 因為除了我 永遠第一章是同言無忌 為什麼呢? 因為你說出來語言是有力量的 一個小鬼頭說死 為你死你就死 那你要怎麼活? 那要怎麼? 但是語言本身就有力量 有些人的話就是在說話的時候 能夠察覺到語言跟感覺之間的關係 這講話叫質地有深 這個可是重要的 這是老師吃飯的本領交給你們了 你們愛學不學 至少我活得很快樂 對不對? 此時無聲甚有聲 那就完了 大家要發覺 那語言跟感覺之間會有什麼關係? 那有負面跟正面關係關係多了 但是我跟你講 詭編學者他們厲害的地方就是很快會察覺出來 比如說講笑話的人 講笑話的人 笑話有好多種 最笨的笑話是背出來的 但是如果你演得好 也像是真笑話 對不對? 大家看到我常講笑話 我絕大多數75%以上的笑話是背的 現在我每天有事沒事的背笑話 當場表演出來的 當場表演出來的 為什麼呢? 為什麼能夠表演的講話 為什麼要juicy 要有幽默感呢? 因為這個講話的人他注意到語言跟感覺之間的關係 同學們 我告訴你 整個華文世界 整個華人世界 整個儒家文化沒有人教這個的 儒家文化認為笑 哈哈大笑的笑 不是孝順的笑 一聽到語音 你就整個笑能感動天和地 那個就是白癡的教育 笑話的笑 哈哈大笑的笑 是我們整個文化中最缺乏 大家因為你一笑不莊重 每個人上課的時候都要表現的 學生都要像人形墓碑一樣 臉上就寫著鹹筆 鹹烤子這樣子 這樣子才夠莊重 好啦 所以你要了解 語言跟感覺 好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上課 那我現在介紹兩位具體的詭辯學者 Portagoras跟Gorgia 這兩篇都是柏拉圖對話錄裡面的編名 所以你可以知道 就說柏拉圖對話錄當中有很多的編名 是用Sophists作為這個取的名字 因此這個重點 也就說明他非常重視這個道德上的爭論 第一位就是Portagoras 這是公元前五世紀的人 他號稱為辯論學之父 另外一位是Gorgias 辯論學之父 所以大家可以了解到他們的差別 就是這個Portagoras 這個在雅典社會當中 那麼在同一個時間當中 Portagoras跟蘇格拉底是同一個時期的人 那受歡迎的程度 當然大家都喜歡修辭學家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這邊說得很清楚 因為蘇格拉底這個人是非常不討人喜歡的 這個市面上有一本書叫Illand Depoden 哲學的慰藉 Illand Depoden 我寫了很多書的推薦序 這本書我沒寫到 但是我天天在讀這本書 其中第一章就是蘇格拉底 他裡面就講說被人討厭的勇氣 是蘇格拉底人生最佳的寫照 就做一個機車人而絲毫不以為伍 不容易 但是沒有人有這個勇氣去做機車人 大家都要想做一個受歡迎的人 包含我在內 包含你在內 很少人願意做一個不受人家歡迎的人 還要做一個處處遮的人痛哇哇叫的牛營 所以說整體來講的話 那麼蘇格拉底跟詭辯學者 在這個問題上是真正的一個差別 就是說我們要了解為什麼說真理 強調真理 開口閉口真理的人 是不受歡迎的人 然後為什麼口若懸河的人 任何事情都說得好像真有那麼回事 別人也看不出來是不是有這麼一回事的人 是一個受歡迎的人 為什麼 想不想自己做這樣的人 逼可取而代之啊 沒有 光羨慕而已 但是我不在乎這裡頭的羨不羨慕 我在乎的是你要不要問或是回答這個問題 Portagoras的東西我們分成三部分來討 第一個是邏輯的悖論 Paradox 這是很重要的邏輯問題 第二個是相對主義 這個是所有人哲學一上手的了解的第一個哲學概念 第三個是實用主義 這是中國儒家最重要的精神 邏輯悖論 最有名的一段話 最有名的一段話 有一個故事 就是他是教人家如何打官司的 這個 Portagoras有一個學生叫尤里希斯 這段故事呢 就是尤里希斯的話是跟Portagoras來學這個打官司的 這段話的文字的表達會影響我們對思維狀態的發展 讓我們對一些原先很確認的事情 產生另外一種截然相反的判斷 大家記不記得今天上課一開始講到辯護篇Apology 我說了一模一樣的話 記不記得? 記不記得我說了一模一樣的話 就是說瑪麗圖斯問蘇格拉底 你蠱惑年輕人的心靈 然後蘇格拉底經過對話、辯論、討論結果 發覺瑪麗圖斯自己陷入矛盾 對不對? 那現在的話呢 這個邏輯悖論 Logical Paradox 也是這樣子 就是說一句話可以影響我們思維 從下面的故事我們來看一下 瑪麗圖斯就曾經舊教於普達格拉的門下 學修辭學、學如何講話 那麼他們約好 這個故事是這樣子 很有名的故事 約好 這個你學訴訟 大家可以慢慢看這個文字就了解 說你訴訟打完了 第一筆這個勝訴以後的費用歸我 一簽完約以後的普達格拉斯馬上就告了尤西路斯 沒有人格的人 非常沒有人格的老師 就馬上很像李敖 普達格拉斯的論證說如果尤西路斯贏了 那麼應該按照約定第一個錢給他 如果輸了當然就應該把 他告他的地方就是訴訟費賠給他 所以不管怎麼樣 贏了還是輸了都應該給他 所以當普達格拉斯正在得意洋洋的時候 聰明的尤西路斯提出相反的論證 一模一樣的論證 他說如果贏了本案他不必付錢 如果輸的話他也不用付錢 所以不管贏了還是輸了他都不用付錢 這個是無論如何尤西路斯都不會付錢 這是個非常有趣的 我們叫做哲學叫做悖論paradox 同學們聽了或者有人覺得雙刀論證 會覺得說這有什麼稀奇的呢? 就老師你就講一個故事 有必要到台大通事教育課來講這個故事嗎? 如果這件事情僅止於一個故事 他確實不稀奇 因為任何事情都每天都有悖論 後來這個用到悖論的是羅素最有名的 羅素的話最有名就是這個意大利的 這個薩地尼亞島上面有一個唯一的理法師 500人那個島上唯一的理法師插一個牌子講說 我只給這個島上不能替自己理法的人理法 而且我只替他們理法 然後旁邊問他說那你要不要替自己理法 他說如果我要替自己理法的話 我就不能替自己理法 如果我不要替自己理法 我才能夠替自己理法 所以不管怎麼樣你都沒辦法替自己理法了 那羅素這麼偉大的哲學家 羅素為什麼偉大你知道嗎? Petra Russell是我們哲學界唯一、唯二 應該是唯一 為什麼唯一、唯二搞得這麼亂呢? 因為我們哲學界有兩個人得到了諾貝爾文學獎 一個是羅素 另外一個是沙特 結果沙特馬上寫了一封信 說給這個斯多哥爾摩德這個諾貝爾獎委員會 說誰賦予你這個給我獎的這個權利 然後那個瑞典說那你不用來了 結果就沒去 沒領獎 所以算是只有羅素一個人領獎 在網路上都有這個照片 為什麼提到羅素呢? 因為羅素當時在整個哲學界最重要的一個問題 羅素用悖論來否定了這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因為我剛剛問大家說 一句話 之所以會有意義 它就一定對應到一個指涉的事態 I have to say that in English The meaning of sentence is refers to the fact that the sentence refers to a state of affairs 就是這句話 就是說一句話的有意義 我們能夠知道這句話的意義 是因為這句話指涉到一個事態 而這個事態就是這個話的意義的主要的構成背景 對不對? 這個很自然 比如說我現在講說你等一下去哪裡吃飯 我腦袋想起來 小福、大福什麼一大堆餐廳 然後說我要回家自己做 想到你家裡有個便當裡面放一個飯 他就 所以我們就覺得這個事態指涉到意義 對不對? 所以那這句話對於你們學物理來講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比如說 比如說 說一個什麼叫速度? 就有一個物體 以前就認為有乙態的時候 他在移動 相對於其他不動 就他一個人懂 這個叫移動 然後什麼力量使得他懂叫力量 所以大家覺得說講話要讓人聽得懂 要有指涉到一個事態 就這樣子 那一句話只能有一個事態 對不對? 這樣才好 才明確 所以我們做的工作就是把這一句話中所指涉的事態 讓它盡量的明顯呈現出來 這就是科學 對不對? 像講說中元節的話 有鬼不要游泳 然後講說叫鬼不要游泳 那中元節的鬼的話 為什麼鬼都是壞蛋呢? 就是到了隨機小時把你拉下去了 沒有把你浮起來的呢? 那講說這個奇怪 講的紫色事態 那不行 那個鬼的話只都是壞蛋 如果是有好的話 如果有好鬼的話 中元節的話應該就藉這個機會好好去學游泳 那個鬼會幫助你在浮底下 沒有這種狀態 所以說那好 那就不能游泳了 對不對? 這個叫紫色事態 但這種事態沒有辦法 證明它存在 所以說這個就是 好 這是語言中的邏輯問題 語言中因為思考 使得在我們表達過程中 因為使用語言的結果 可以使我們言談出現意想不到的結果 我們這樣子說它意想不到 就是尤西路斯跟普達哥拉的這個 同樣一句話 同樣一件事情 就是我告了你的結果居然是完全相反 這叫悖論 同時為假也同時為真 這種情形在辯論場合讓人啞口無言 比如說我講一個實際的例子 我講一個真實的例子 這個很實際 有一次我剛回國的時候 1995年回國 看到立法院在辯論 趙劳康在質疑 質詢 說要杜絕貪污 要成立 學香港成立反貪局 香港反貪局用一個英文名字我搞不清楚 但大家知道我在講什麼 所以就有反貪局以後 就這些人專門抓貪污 啥事也不幹 那時候謝長廷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用悖論 他說請問你 反貪局的人抓貪污沒錯 但是誰來抓反貪局裡面貪污的人 自我指涉 周朗康當時說不出來 他只會說我不曉得 但是這個是在香港能夠成功 在台灣為什麼不行 這個辯論結束了 可是我當時我就想 因為我懂這個道理 後來我得出答案來了 香港的反貪局能夠成功的主要原因 是因為那是英國人辦的 他講的是英文 到了黑道的話 語言不通的話 單子上要下去上抓 就是當初的羅素那個例子也是 唯一要解決這個能不能理法的問題 就是那個理法師要離開這個島就可以理法了 因為那個牌子插在這個島上 這個在邏輯裡頭 在數學裡叫set theory 這個裡面學物理就熟了 set theory 叫做什麼? 集合論 你把這個所有的紫色對象當成一個集合 你這個人離開這個集合 你就可以了 這個集合論這個大家就清楚了 所以我們居然能夠把數學 透過我們的邏輯的表達 反映在日常生活當中 確實是出現 但是問題在哪裡呢? 就是自然語言當中沒有辦法提出劃分集合的標準 這個你聽得懂嗎? 這個你聽得懂嗎? 首先大家都知道什麼是集合論嗎? 還是都不知道? 知道 都知道 都知道 數學你可以用符號 小A代表一個集合 大A代表超越這個所有小A 所有小A集合成一個集合叫做大A 所以大A裡面任何一點 就是代表所有的小A裡面 所以集合論很好用符號表達 可是集合論用自然語言講就沒辦法 說所有有美國國籍的人就跟這個 所有有這個其他國籍的人 什麼什麼有什麼不一樣 你在感覺上不是集合 就自然語言表達 這是兩個不同的集合 沒有辦法區分它的高低上下 沒有那個階層性出來 那這件事情為什麼很重要呢? 在哲學當中很重要呢? 因為一個是因為它的歷史的長久 再者是我們的語言中確實有這樣的問題 比如說美國人講 我只幫助天下所有不能夠解決自己問題的人 解決他們的問題 如果你在旁邊的話對美國講說 你美國可不可以解決你自己的問題 那他就沒有辦法脫離這個悖論 對不對? 同學們記清楚 因為這個悖論需要你一點 因為習慣性的思考 習慣性的思考大家就可以了解到 那這個重點在哪裡呢? 就是說我們在現實生活中要應用懷疑論的案例 主要是邏輯悖論是一個觀念 就是相互矛盾的兩句話可以同時為真 這個是這個藍色字大家一定要記清楚 就是相互矛盾的兩句話可以同時為真 在邏輯學的發展中悖論引發了很多討論 其中最重要是顛覆了一句話可以代表一個事實的理論 為什麼這句話很重要呢? 因為很多人一直認為科學語言之所以能夠表達科學實踐的理由 是因為科學語言能夠嚴格的按照一句話 指涉到一個事態的方式來運作 但是悖論使得這個概念成為不可能 也變成了邏輯學上的發展的影響 所以大家比如說物理學當中講到的 光的運行到底是波還是力 出現了這種問題聽起來很像悖論 它其實不是悖論 它只有兩種不同的理論 但是大家會發覺矛盾的東西有可能同時為真 也可能同時為假的這個觀念是悖論所要指涉的範圍 所以因此的話對於這個問題對於科學的發展 在理解科學發展上來講 產生了一度在二世紀初期的時候的邏輯實證論的立場 大家知道邏輯實證論非常重要 我們今天讀的所有的社會科學 之所以能夠被稱之為科學是靠邏輯實證論 就是大家說我們要做的科學研究重點不在於 我們要拿出什麼具體的成果 重點在於說我們要能夠說得清楚 它為什麼會有成果 現在這個悖論使得我們這件事說不清楚 那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很少人能夠解決悖論這個問題 因為悖論存在我們的語言當中 我們的語言卻不是我們的世界中自然而然存在的東西 所以說悖論所引發的問題是 一句話不可能同時代表一個事實 又不代表這個事實 所以說悖論讓我們不得不注意 語言所代表的世界 確實比我們實際的生活世界豐富太多了 請注意 我們一開始一直以為說是 我們的世界當中有很多只能做不能說的事情 對不對? 同學們對不對? 現在倒過來了 我們能說的事情比我們能做的事情多太多了 我覺得這是一個震撼 這是一個震撼 為什麼這是一個震撼? 我們突然發覺原來我們世界的豐富99.99% 是我們說出來的 我們用我們一個身體感官、知覺、嗅覺、味覺、觸覺、視覺、聽覺 能夠摸到這個世界的0.01%都不到 但是我們可以說出來 豐富太多了 這是詭辯學者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立場 而且這是一個絕對真實的道理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哲學概念 我看一下我這個 因為我這裡頭下面相對主義的東西 就是延續的這個部分要講的 這是普達科拉斯的一句名言 人為萬物衡量的尺度 說是什麼就是什麼 說不是什麼就不是什麼 比如說我現在講說 我說我舉個例子 你只要憑感覺就好 我說各位同學 這一次這個QS排名 台大的排名198 聽完這個結果 你會不會覺得台大現在面臨空前的危機? 你會不會覺得? 你會不會覺得? 你老遠跑來讀這個書讀到198了 你會不會覺得你面對 你的人生都面對危機了 不要說學校了 你會不會覺得? 有一點 有一點 人家客氣 人家客氣 不好意思講 那你不會對不對? 你也是讀冷門科系的吧? 歷史 對嘛 我知道了 跟我們很接近了 溫實澤了 但是我要再講說 這一次整個世界排名 台大終於滑到198了 我們應該感覺到非常慶幸 為什麼慶幸呢? 剛剛危機大家都聽了一種 對不對 但是為什麼慶幸呢? 因為我們一直立志要做一所平民大學 我們不要做精英大學 我們要做平民大學 以按照這個趨勢來講 我們還有600名下滑的空間 應該滑到800名 這樣就真的平民 因為全世界大概有80萬所大學吧 對不對? 這一聽完 有沒有道理? 有沒有道理? 維基你也這個表情 蔣盡興你也這個表情 你到底希望我們幾名? 其實我看不太起排名這種東西 不是 講這個屁話沒用 等你當校長再講 數字會說話 好 你看不起 對不對? 那是第三種想法 但是數字會說話 好的 壞的 都有一種說法 你也不能說沒有道理 我確實在 班上也做過這個問卷調查 但是我要強調的重點是 當你要說什麼 它就是什麼? 同樣的話 你只要先說出來 你就取得了說這個話的至高點 所以同學們要練習自己的膽量 這就是關鍵 所以詭辯學派本身最重要的不是講的內容 而是他講話的那種語言跟感覺的關係 如果有這一點的話 就是普達哥拉斯講的 人為衡量萬物的尺度到底就在這裡 所以說這個就叫做相對主義 對於追求客觀真理的人 尤其是柏拉圖 這很荒唐 但是每個人可以依照自己的感覺 說出對外帶事物的真假 這個膽量就很大了 我們的教育成功就是成功在讓大家聽話 失敗就讓大家害怕講錯事情 但有很多事情的模糊地帶 你必須要跨出去 所以說長期以來相對主義都是哲學中的惡 但是相對主義的這一件事情 對於我所做的判斷跟你所做的判斷 具有相同的習慣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們現在 在一個後現代化的 後現代時期裡頭追求的是寬容的原則 追求的是多元的精神 追求的是去中心化的感覺 那相對主義就應運而生 所以相對主義在哲學的理性主義下是一個惡 就是因為他沒有無所謂真講 但是柏拉圖就很斥責這種觀點 無稽之談 不理性 因為他接受的是色諾分離的一神教的概念 大家記得我們一開始講的色諾分離 所以說這是一個差別 其實這種真實認定 柏拉圖這種強調唯一真理的認定可能很荒唐 為什麼? 因為人如果不從人的角度做判斷 還有什麼能夠做出判斷的 就這個道理 所以說超越諸宅的觀點 因為你沒辦法證明 柏拉圖沒辦法證明是真實判斷 唯一的真理 是這種情況下 所以相對主義 講到33頁停下來 下禮拜我們從33頁講解 我讓同學有發問的時間 因為我有點累 就是說相對主義我剛剛說過 是每一個人最容易上手的哲學理念 為什麼? 因為你有你的生活習慣 你有你的傳統文化 你有你的嘗試見識 你有你個人的認知態度 這些都會讓你有個觀點 比如說我們會認為說哲學有用還是沒用 有的人說 我們班上就有人說有用 很少 就我跟他 然後有人說沒用 絕大多數 但是我們不能夠就借機會把所有的 說哲學沒用的人全部當掉 矛盾 說哲學沒用還來修哲學課 這個沒道理 我叫你講出理由 有人講出來講出 洋洋沙沙 就是哲學我認為很好 但是他作為輔助我生活的調劑可以 作為主軸根本就沒辦法買麵包 我活著要靠麵包跟陽光 還有空氣跟水 那沒有這些東西我管這個 這個有什麼用呢? 這個有道理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我們要尊重 不能強調大哲學主義 說不學哲學的人必廢物無一 這個也沒用 所以我基本上相對主義是每一個人容易上手的理念 因為我之前在維迪上面有看到一個說法 他就說 就是他從邏輯學這樣角度說 就是他在說話的時候 他說 我不太確定術語是什麼 不過他說有分層是 他說他在講這句話的時候 他實際上就隱含這句話是真的 所以說他實際上只是講了一段矛盾的話而已 他便沒有代表了 所以他就不構成背入 那既然不構成背入的話 那就 好 既然你要跟我深入 我就跟你PK到底 首先第一個 沒錯 是有不同的層級 因為你純粹用符號來代替 是有跟用自然語言表達 是有不同的層級 是有不同的層級 比如說用符號來代表 集合論可以解決悖論的問題 對不對 我剛剛說過 那有不同的情況 這個是屬於專業的邏輯裡面探討問題 你用Wikipedia的觀念來講 確實因為所有的哲學家都想解決悖論的問題 但是唯一悖論的問題有趣而就不能解決的 是發生在自然語言的問題 你懂我的道理嗎? 自然語言就是我講你可以聽得懂 比如說理法的例子 或者美國的很囂張的例子 對不對 或者是貪污的例子 這種例子產生的悖論就是矛盾現象 是讓我們覺得有趣味的 邏輯上解決悖論的答案是純技術型的 除了學數學系的人會玩一玩這個 一般人他沒有辦法回復到自然語言 我跟各位同學強調一件事情 我承認我對於形式化知識的能力不強 但是我引以為傲 為什麼? 因為我自然語言表達的能力非常強 這才重要的 我講的哲學要人家聽得懂 我一開始跟大家講過 我講的每一句話要有切身的感覺 如果我全部用這個邏輯上的推理 把悖論推算一遍 說因此悖論本身不存在的話 跟大家在自然語言跟情感上的差距 還是存在的 是這個意思 所以請同學注意 我們這個課走歷史的路線 就是為了要回答這種問題 因為實際上的話 用數學可以解釋很多哲學的問題 但是問題是數學的答案在現實生活中 很難被還原到自然語言 這也是現今學術上的大問題 這也是為什麼大家不愛讀哲學 也不愛讀數學的主要原因 對不對 一個是過於強調自然語言 一個是過於強調抽選 好 你的問題 因為教授內容都很喜歡 就是把數學跟自然語言分開來 但是數學它不是本身也是這種語言嗎? 你哪一系的? 數學系 我應該問同學了 知道數學語言跟自然語言有區別的舉手 不知道的舉手 我跟你講數學是形式化的知識 你知道什麼叫形式化嗎? formalized knowledge formalized knowledge就是說 它把所有的形式的部分作為表述的方式 比如說2加2等於4 2 plus 2 is 4的這個觀念 你可以用那個等號變成我們的B動詞 對不對? 但是實際上它是形式化的知識 它可以無限的延伸 數學很容易講說 讓我們來講 所有能用這種方式表達的語言叫做小S 它一句話就可以代表所有的 但是你自然語言就不可能出現 讓我們把所有我這一生要說的話 稱作為S 不可能 為什麼? 你自己都不知道你這一生要講的東西 你這樣子講 你這樣子表達以後 在數學中是很有意義的 因為如果沒有這種集合論的話 數學根本沒辦法推理 進一步 但你在人生當中會覺得說 我要的不是形式化的知識 我要的是實質化的內容 懂嗎? 比如說我看一個小說 比如說我喜歡看春上春樹的小說 挪威的森林 那小說一定是很美的女孩 一定精神不正常 一定要自己一個離心所居的 然後讓我們講說 所有讓人覺得好看的故事 就是一個漂亮的女生叫做BG 小B 大G Beautiful Girls 然後他們有神經病叫做PSC Psycho Analyst 什麼什麼的 然後這樣子的話 然後出現之後 然後變成寫劇本的數學公式 覺得很神經病 戲劇系讀這種數學公式幹嘛? 人家就是因為大家不斷的操作以後 人的實質上的內容當中 有一種不厭煩的 很厭煩的感覺 就是說我們每一次看完礦工的兒子以後 我們要看讀一讀連勝文傳 覺得更好 更有意思 就人有這種習性 對不對 結果有這種習性 數學沒辦法表達 因為它本身的內部是一致的 形式化知識是一致的 所以數學作為一種語言 是它是一種在現代的學術上 是一種強勢的語言 如果沒有Galilea把數學應用在日常生活當中 數學原來僅止於純粹是一個好玩的現象 所以我們現在數學有用是因為它可以被應用 所以物理系就是第一個應用數學的 所以他們物理系對數學家非常尊敬 非常尊敬 我們哲學家也很尊敬 但是還是不一樣 某些東西也很尊敬 但是還是有一個好玩的 不過是有什麼好玩的 所以我們在這裡 所以我們要做一個好玩的